幸会,今天好吗? 睁大双眼,不断学习。 当大爆炸将爱泽拉斯大陆撕裂时, 我们熊猫人认为世界的其他地方已被彻底摧毁。 但过了几世纪之后, 有个年轻的冒险家决定去探索外面的世界, 他的名字叫做流浪, 而他就这样乘着海龟启程了。 我们用雕像与歌曲来赞美他的勇气, 但如果你真的有在海边参与那个大日子, 我很肯定他看起来一定很蠢。 哦,熊猫人是如何地嘲笑着他, 但流浪比任何人想的都要聪明。 海龟要下蛋时,一定会回到海边, 因此即使我们的土地被雾气笼罩, 他总是可以找到回家的路。 每隔几年他就会回来, 带着许多故事, 像是沙滩上的神秘城市, 游牧民族生活在一望无际的绿色平原, 冰层下的伟大帝国, 还有一个镶着黄金的魔法王国。 每次他回来, 就有更多的熊猫人响应流浪的召唤, 一起坐到那只越长越大的海龟背上。 他们是我们之中最勇敢的人, 是探险家,冒险者。 这就是流浪给我们的启示,朋友。 每个人总会嘲笑那个探险者, 他们笑个不停, 直到他回来。 再见。 你今天喝过酒了吗? 什么都比不上跟好友共饮美酒。 感谢好友, 亲自我试试到这收音乐业, 扶在夜店上。 吃了快乐。 这就是我试试。 优优独播剧场——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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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腦袋难道跟酒杯一样空吗 最好别考验我的耐心 风暴会回应我的呼唤 满满的爱才能酿出美酒 你今天喝过酒了吗 没喝过的酒一定要找机会试试 你今天喝过酒了吗 有满满的爱才能酿出美酒 没喝过的酒一定要找机会试试 别再弄了 谢谢 你的脑袋难道跟酒杯一样空吗 最好别考验我的耐心 风暴会回应我的呼唤 有满满的爱才能酿出美酒 我需要目标 我要先走的目标 我需要目标 没喝过的酒一定要找机会试试 你今天喝过酒了吗 没喝过的酒一定要找机会试试 你今天喝过酒了吗 有满满的爱才能酿出美酒 别再弄了 别再弄了 你的脑袋难道跟酒杯一样空吗 最好别考验我的耐心 风暴会回应我的呼唤 没喝过的酒 有满满的爱才能酿出美酒 你今天喝过酒了吗 我倒是一个蛋丽的盐 老板 你和我 你喝几乎 你喝几乎 你喝几乎